從月球拿過什麼證據回來呢? 這個證據在最近公開了 是一個以前阿波羅20號的秘密計劃 很多人不知道原來阿波羅已經飛上去到20號 蛤?又說18至20號取消了? 其實他的秘密邀請了三個海炮突擊隊的隊員 做這個秘密任務 上了去月球 拍下的相片和影片流傳出來 而裡面是說什麼呢? 一到的時候他拍了很多飛船 那個飛船全長4千米長、500米高 你看到有個巴黎鐵塔在中間 可想而知這個雪茄形飛船有多誇張 這個飛船本身已經在月球超過了15億年 最少 就是他用考古學家的技術去偵測 而在飛船裡面找到兩件外星人屍體 一件男的、一件女的 而這個女的外星人屍體有三隻眼 而他的眼睛上面原先有幾個儀器吸著他的眼 可能是用來控制一些飛船 或者控制一些儀器 以我理解這個女外星人 有機會是以前亞特蘭提斯年代 地球未被入侵的時候的一些人類 他都回到地球嗎?有沒有拿回來的? 他現在拿回來地球 他就是在美國政府秘密地拿回來地球 而這個亞波羅20號的太空人 在駕駛這麼多年 他已經幾十歲了 公開了這些秘密的影片 因為原本已經銷毀了 他自己保持了這些相片和影片 在這幾年公開了 船船都15億年 那這位駕駛員 不是擺放了很久嗎? 是 好像保存得相當好 有機會他裏面的飛船 我估計他裏面的飛船 可能他的保存、保溫做得好 也可能他的身體 也有一些防腐的東西 又不出奇 又或者那裏根本沒有細菌 沒有細菌 沒有細菌就不會影響到你的身體會變腐 或者可能他的軀體 也不是人造軀體來的 是電子軀體來的 或者可能是直銷軀體 那究竟這隻飛船 現在還在嗎? 一定在 因為你們可以上網 去搜尋月球外星飛船的位置 就會見到類似這張照片 這個圖片 就是阿波羅20號當時拍到月球的表面 就是你見到一個 雪卡型飛船的殘骸 停泊在月球的表面 但我常常明白 你明明知道有隻飛船在上面 那為何還不進行探索或研究 已經在秘密研究 秘密研究 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是這個太空人 在幾十年之後公開 其實美國政府已經研究了幾十年 經常公開一些東西 經常說不是的 這個是假的 就是漏的 30年之後就流出來 這個他也是說是假的 這次又不同了 這次他沒有承認 亦沒有否認 即是他沒有壞 密認 他沒有人 他沒有人 那兒 你應該去哪兒 你也可以去哪兒 你不能去哪兒 你不能去哪兒